北京时间3月14日下午5点30分 王俊凯作为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 应联合国环境署邀请出席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并在联合国可持续时尚联盟发布会上发表了全英文演讲 用流利的英文表达了通过时尚产业在原材料制作工艺等方面的创新 引领新的时尚观念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满满赚能量 赢得与会人员的赞赏和掌声 作为联合国环境署最年轻的亲善大使 王俊凯和环境大会主席兼艾沙尼亚环境部长西姆基斯勒 一到出席了联合国可持续时尚联盟发布会 会议上王俊凯发表了主题为时尚产业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英文演讲 他表示时尚不仅仅体现在穿着上 其实时尚无处不在和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时尚产业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王俊凯也为时尚产业如何助力环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们可以拒绝皮草来对抗对动物的虐杀 通过使用天然色素减少对水资源的消耗 充分利用再生资源引领时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